随着确诊数量不断飙升 让不少民众担心 万一染疫轻症或者是无症状得在家隔离 再加上药师工会呼吁大家 可以备好六种家庭的常备药 导致最近出现了抢药潮 其中含有乙细胺成分的节热止痛药最为抢手 有民众跑了好几间药局 还有药妆店完全都买不到 药师现在建议大家 要是真的买不到想要的厂牌 其实选择具有相同成分的药品 也一样可以减缓症状 也呼吁大家不用过度的囤货 现在还有货吗 它只是黎色的 因为这个红色跟蓝色都卖完 跑好几间药妆店 节热止痛药通通缺货 因为本土疫情严峻 不少民众担心万一染疫 轻症或无症状得在家隔离 居家照护 再加上药师工会也大力呼吁民众 可以备好六种家庭常备药 导致近雷出现抢药潮 其中又以含乙细安分的 节热止痛药抢醉凶 都不会放在家上是不是 因为数量也不多 对 因为很多人买 所以我们就干脆 直接摆在手里才买 因为现在北部疫情 相较之下比较紧张 所以民众对于这个药品的询问量 其实大概提升了 一到两成的询问度 客人跟他们讲是买不到 我可能还会再去药局看看吧 那请中南部的家里面寄上来吧 强药状况 目前双北地区比较严重 一部分是因为双北疫情升温 民众危机意识也比较高 相照其其他地区或是中南部 缺药状况就没那么明显 有药师也建议 如果买不到想要的厂牌 其实具有相同成分的药品 也可以有效减缓症状 我喝水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目前厂商也是没有涨价 就像说最知名的品牌 普拿藤也没有涨价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 少部分的药局的个人行为 但要备多少药品量才足够 药师认为一般人的话 可以先准备一盒 大概是三天份的量 但两盒六天份会更充足 药师以家庭为单位 六大常备药 各先准备一份就好 平常也要多补充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就算真的在居家照护 必要时也可以透过 视讯诊疗或相关服务 来取得药物 不需要过度囤积药物 记者最后报道